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我是你的主持人小火子 今天來到粉嶺 去拜年 看到很多店舖都沒有開 全街都擺車 這樣也很正常 食物方面在這裡 對比昨天 荃灣就 價錢提了很多 正常 五十多元 就沒有去到 昨天七十多元 吃一下粥 補優石 看到剛才很多急泡 這就證明現在 在這區做生意 有些困難 不過做食的始終都是最多間的 而這個地方 可能遲些 近關口 但是開了關口之後 應該那個 可能業主的心態比較紅 開了那個關口之後 租金可能有機會向上 不知道會不會形成第二個上水 好像那些 藥房 金行之類 不說那麼多了 還有什麼再說 那剛才說到那個 很多店舖都 很早 都現在都擱在這裡 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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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過新年的時間 很多人都不會租二月的了 二月一來又少幾人 二來呢 即是二十八號 又有新年 很多人都做不到生意 正常呢 都在二月之前 就不逐租的了 或者提早通知 那就不用遲些 一個月給他 做生意的人都會遲些才開店 所以現在租是最遲的 一個月租了四五萬 這裡不止 這麼大的店舖 就這麼多了 那我們一會再分享 大家好 又是我 小火子 現在去在這個地方叫做 日風 Greencoat 新的商場 有很多人 很多消費力都很強 遲些開通了這個關口 一定更加和 那我們就在這裡吃東西 看到一個新的戲院 這頭以前北區是沒有什麼戲院 直接沒有就沒有什麼 那這個就是可能第一個戲院 除了粉嶺有個不知什麼戲院之外 那個拆了 還有那個看鹹片 那現在看一下我們的新商場 隔掉也挺漂亮的 就是這麼多 吃完再說了 美食方面呢 就有普普通通 百分百感覺 百分百餐 那選什麼來吃呢 都沒有什麼想法 看你的味道 茶餐 OK 吃西多士 豬扒 我吃豬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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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乾杯 吃豬扒